環形的還是矩形的 第二個的話呢 先選環形然後再選選取物件 等一下 物件在哪裡在這裡 那特別注意你不要只選這邊喔 你如果選這樣子只有選一邊 做出來的話呢 會是只有一邊而已 一定要兩邊都選 那兩邊都選的話記得用框選的 好這樣就兩邊都選 選好之後的話 接下來怎麼辦呢 按一下怎麼呢 Enter 接下來再來 他問你說中心點在哪裡 如果你中心點指定 不一樣就會不一樣的結果 點一下中心點 中心點應該在這裡 就會佈滿這樣子 那如果你中心點在這裡呢 就會有不一樣的結果 不一樣的中心點會有不一樣的結果 你們可以試試看 比如說我在這個端點點一下 再來的話要幾個 比如說八個 預覽一下好了 八個就像這樣再修改 那你會想說 那我多一點可不可以 16個可不可以 可以啊 16個 那 160個可不可以呢 可以啊 變這樣子 整個全部布滿了 所以這個就是環形正列 做出來那個效果就會很不一樣 按一個預覽 好修改 甚至你中心點可以改一下 比如中心點在這裡 會怎麼樣 預覽一下 有沒有看到 又有不一樣的效果出來 有沒有 那如果中心點換一下 換哪裡呢 換在 這邊呢 這邊會有什麼效果 像這樣子 有沒有 所以不一樣的中心點 就會有不一樣的效果產生 那這個環形正列很有趣 你們可以試試看 好那這一邊的話 像布滿角度你也可以調整 總數也可以調整 最後你可以先預覽看一下 那當然原則上我們是以這個 掉下來的